台湾传统的布袋戏 在台上戏弄着 都得台下的小朋友大笑 每个人的脸上几乎都是笑容满面 日前陆古国小 聘请云林布袋戏剧团 到学校的活动中心里表演给学童看 并邀请陆古乡各个小学学生 及家长一同参与 在一个活动中心里 集满了将近400位一同观赏布袋戏 因现代的小朋友 很少看到传统布袋戏的演出 借此活动让小朋友了解过去仙人的智慧 让传统的布袋戏 在各个学童的心中 有个美好的回忆 希望透过这个活动 让我们大朋友们 从此而始的回忆 让我们的小朋友 能够在这个活动中 看到我们过去仙人的智慧 让这个传统记忆 能够在他们心中再次萌芽 此次活动校方非常用心 广邀入骨各校 让老师带着学生一同欣赏 借此联邻交流 议员吴瑞芳期盼校方 多办理一些活动 邀请各个学校来参与 促进校方良好关系 议员许树侠感谢校长及家长会的用心 给予全乡的国小学童 一同欣赏布袋系 让小朋友体验到以往不同的经验 所以今天集合我们全乡的孩子 来到我们的陆古国小 大家共同来欣赏报题 我相信对老师来说 对小朋友来说 都是一个狠心的体验 议员在这里也非常感谢我们其他六所学校的老师跟校长 因为在十三村里面 在其他的学校 不是说每一所学校离陆古国小都很近 但是每位老师跟校长 他用自己的一个私驾车 在我们的孩子 来到我们的陆古国小来一起欣赏布袋系 这种资源共享的精神 让我真的非常敬佩 此次的表演相当精彩 各校老师、家长、学童一同赞赏 议长何胜峰肯定校方的用心 希望借此活动 让学童了解传统文化特色 每一新闻专闭线 入股采报报道